秀林社区发展协会部落执行团队 以传递泰鲁阁传统手工之翼为基础 打造秀林部落特色文创商品 以及花莲县政府建设处的产业优化计划执行成果 并在道拉斯文建站办理成果展 秀林乡长王玫瑰 乡名代表连一龙以及村长周贤德 和张哲共同分享部落创作艺术品 达到文化传承的工作 道拉斯文内我们应该要让他分享 给其他的部落文件站来看 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文件站到底在做什么 对不对 那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我觉得要分享 第一次听过建设处建管书 记得有这样一个优化的一个期望 在林雯五期 那包含他有劳动过 这个那是俗儒 包含我们这边的 文件站是全面性 我们修林乡的长程 为了主要是全乡都服务 一样幸福在这个修林乡 我们活在修林乡是一个好地方 那么好的资源 再加上我们的乡长 你们的县衣的村长 在修林乡长王玫瑰 和修林乡没有代表连一龙 以及部落的将者们的竞争之下 花林县修林乡设计发展协会 在协会总干事战乡的精心规划之下 以部落资新团队来传递 特律个组传统手工艺为基础 来打造修林部落特色的文创商品 并且在道乐斯文件上办理成果 修林村长则是感谢 乡长王玫瑰大意的支持 以及学会选体同龙的努力 我在这里可以肯定 乡长不是在做事 真正的在做事 让我们每一个村民 每一个村长 每一个领长 部屋主席也好 事务主席也好 都感谢到乡长的一个用心 对于我们修林乡的市政 这个是我最大的 知道骄傲 我现在这样可以 乡长 如你真好 而这次协会总干事 詹实如也说明这次计划的内容 我们再申请 花年新政府建设处有一个 空间产业优化的部分计划 我们做的是叫做 一材结合在我们的右手边 这是把我们自己的族群的支付 一材结合结成品 我是让我们的长者做会很辛苦 这是我们核心干部先研发的 可是我们会慢慢过去到简单简易的皮雕 或是支付皮雕这个部分 我们会用我们核心干部来教我们的建设的长者 协会也特别邀请乌玛老师来说明这是编织和皮雕作品的课程 我是很开心说服务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来这里然后教大家做这个公益 我是还蛮开心的 然后因为在这个虽然的时间很短 但是大家做的都很开心 当支付与皮革之间的艺术对话 或者是说当乌玛跟支付妈妈的一些艺术对话 那我希望这样的一个产业可以慢慢慢慢的更深入 欢迎先修林乡修林社会协会理事长 也是修林创长的周先生代表是 协会用传统手工艺技术开辟新颖的道路 每个作品都是每个创新 也是一个传承 也希望在协会共同规划丰富的课程内容 活化协会来分享成果和经验 并且和相信各个协会来加以连结辅导 希望透过这次的成果 让大家看见修林社会协会的努力 向上三不三 上 上三合口好 有点 记得教育求向导 好